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6日在俄羅斯控制的烏克蘭南部地區 蘇聯時代建成的卡霍夫卡大壩發生爆炸 引發洪水 烏克蘭和俄羅斯互指責對方炸毀大壩 影片顯示大壩周圍發生劇烈爆炸 水流滾滾湧出 大壩高30米長3.2公里 水流相當於美國猶他州大焰湖 烏克蘭當局曾警告 大壩約崩塌可能釋放1800萬立方米的水 將以抹黑爾松和下有數十萬人居住的地區 該水壩供應區除了烏克蘭南部外 還包括2014年被俄國吞併的克里米亞半島 以及紮波羅熱核電站 這個核電站是歐洲最大的核電站 當地官員說大壩遭到破壞 對核電站沒有立即危險 但是核電站的冷卻水來自這個水庫 由於這個大壩也是水力發電廠的一部分 這將導致烏克蘭已經捉耕建爪的電力供應 數常加上 德國總理奧拉夫索爾茨表示 從各方面來看 這個是俄羅斯方面 為阻止烏克蘭進攻而採取的侵略行動 最近幾天 烏軍剛剛拉開反攻圍幕 這次大壩決堤引發的大洪水 可以直接阻擋烏軍裝甲部隊的前進 給烏軍的反攻帶你巨大障礙 而且大壩決堤後 如果阻岸變成一片濕地 這個地區就為俄軍新增一片天然屏障 直接打斷烏軍的攻勢 卡霍夫卡水壩上的大橋 是烏軍反攻過河的一個重要通路 去年俄軍從克爾松撤退時 他們就曾炸斷過大橋 以阻止烏軍過河追擊 如今俄軍再炸一次大壩 也算是輕車熟路 日前 俄國國防部在電報平台發表聲明表示 6月4日清晨 敵軍在南頓來茨克方向的前線5處 發動大規模反攻 俄國已經挫敗烏克蘭的進擊 敵方折損1,500兵力 另有百多輛裝甲車船位 這個消息引發瓦格納僱傭兵首領 普女哥津的不滿 他在電報上回應說 俄羅斯國防部發布的消息完全是亂說 一天之內要在超過150公里範圍內 消滅1,500人 勢必是一場大屠殺 我認為這種說法只是一些人天馬行空的幻想 包括一些親俄羅斯媒體在內 不少分析人士也坦誠 俄羅斯這兩天發布的戰報無法證實 近日 美國中央司令部發布了 美軍戰鬥機與俄軍蘇-35戰鬥機 在敘利亞上空發生衝突的兩條影片 其中一條影片拍攝於4月中旬 五角大樓在官網上說 4月18日 美國空軍戰機從當地的空軍基地起飛 攔截了一架俄羅斯蘇-35戰鬥機 在攔截過程中 俄方飛行員不專業地操作 使蘇-35距離美國軍機不到610米 以違反減少衝突協議 第二條影片是在4月初 由一架美軍F-16戰機拍攝的 顯示一架俄羅斯蘇-35戰機 攔截了一架美國F-16戰機 而美軍飛機所在的空域 是美俄協議承認的聯軍所控制的敘利亞領空 也就是說美國F-16是在規定的領域裡飛行 然而那架俄羅斯蘇-35如同戰場上 殺到失敗理智的 對美軍戰機發動戰術衝鋒和衝撞動作 兩架飛機在空中一度指相差9米 如果撞在一起將機位人亡 美方指出 俄方飛行員的危險動作是一種挑釁 顯示其無能 這樣可能導致誤判或迎使升級 近日中國溫州機場集團發佈了一份招聘 以陸用人員工事 其中有不少名校畢業生受到輿論關注 該公事顯示 被陸用為場務及區鳥員的 又畢業於浙江大學、河南理工大學 還有浙江理工大學 被陸用為普通安檢員的 又畢業於倫敦大學王家霍洛威學院的 也有白俄羅斯國立大學的畢業生 5月下旬鄭州煙草研究院發佈 招聘陸用人員工事 顯示該研究院已陸用的11人中 有3人畢業於清華、北大 其中7人擁有博士研究生的學歷 有網友說煙草研究院需要這麼高學歷嗎? 也有些說就業市場已經難度不能再難了 傳聞考碩士、考博士 就是為了進入體制、入事業單位 有些說各種公家單位門檻比天高 大學畢業生大把就業太難了 今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將達1,158萬人 再創歷史新高 6月後的求職市場將更加嚴峻 近年來中共當局致力於興建遇高鐵等基礎建設 中國高鐵的洩漏與規模持續擴大 然而卻因使用率不足 面臨嚴重難尾和虧損 財報顯示直至2022年上半年 中國國鐵集團債務總額已經高達人民幣6萬億元 香港《星島日報》報導 習近平上個月率領三名政治局常委視察鴻安 稱讚鴻安堪稱其職 然而外界認為鴻安是個難尾工程 鴻安新區是習近平2017年親自決策 親自推動的項目 官方曾宣稱要蓄資30萬億 打造一座未來之城 記者近日從北京西站搭乘高鐵 一個小時後抵達鴻安站 這個亞洲建築規模最大的高鐵站 面積相當於66個足球場 氣勢宏偉 屋頂類似於傳統的中式大殿 清水石屎囊處盡顯高大償 不過高鐵車廂內乘客療療無幾 開廠通透的站台大廳也空檔冷清 車站內除了兩間餐廳沒有其他商鋪營業 在市內的居民安置區 商務中心等地也不見人潮 與中共官方宣稱的千年大計形象相距甚遠 2015年7月習近平在考察長客公司時 表示高鐵中國國產的動車 這是中國的一張良麗的名片 之後中國高鐵建設一路高歌猛進 鐵路線越來越多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 中國鐵路系統應該相當賺錢 但實際上 中國高鐵每年的營運虧損達到上千億 中國一共有18個鐵路局 其中12個都是處於虧損的狀態 其餘的也只能保本 高鐵正式營運後 所消耗的電力 平時的維修費用 設備的更換 以及工作人員的薪資等等加在一起 是一筆天文數字 目前地方債已經爆雷 地方政府不可能有錢再去填高鐵這個大洞 有些建成後還未使用直接成了南美站 有些則因使用率與雲糧不高 易被迫關閉 除了鴻安高鐵站 位於江蘇省南京市的紫金山東站 從2010年建成後 至今就沒有開通過 好像這樣被關停的小站 中國還有不少 習近平商台以來見了太多高鐵 已經成了一頭猛食錢的黑西牛 疫情三年過後 中國經濟蕭條危機重重 外資企業紛紛逃離 失業率持續攀升 民間的不滿情緒持續蔓延 將從根本上動搖中共的統治根基 5月30日 作為載人月球探測工程的一部分 神舟16日載人飛船發射升空 北京當局制定野生勃勃的太空計劃 目標是在2030年前 實現首次宇航員登陸月球 美中登月之爭愈發激烈 多位專家指出 美中太空競爭 是將地上的競爭搬到太空 是兩種不同的價值之爭 前NASA科學家曲曾表示 中共太空計劃缺乏透明度 它向外界提供的有關其太空活動的信息 極其有限 一切都是國家機密 尤其是那些具有潛在軍事用途的信息 相比之下 美國在太空計劃方面的透明度 由來已久 美國定期公布其太空活動 包括發射、衛星部署 和其他與太空相關的事件 甚至包括軍事衛星的信息 只是出於安全考慮 所提供信息 不包括進一步的詳細內容 北京極少對外公布其太空任務信息 2021年5月 中共長征5日必要而火箭殘骸 不受控制地重返地球大氣層 引發國際社會擔憂 當時多位太空專家 對中共不負責任的行為進行批評 台灣前國家太空中心主任張桂祥表示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體制的國家 民主國家是可以預測的 因為它是經過民主機制 然後有制衡的作用 但是專制國家因為它所謂的領導人 不是人民選出來 人民不可以罷免它 所以專制國家的行為 又不可預測的風險 在中共歷練發布的《航天白皮書》中 只提和平利用太空 對太空的軍事作用只用國家安全一次 輕輕大過 但中共發展空間技術的主要動機 就是軍事用途 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成斌曾指出 中共的大部分太空計劃 都是在中共軍方的背景下進行 比如海南文昌衛星發射中心 同時也是中共軍方大27基地 太空的關鍵項目也是由現役中共軍官領導 例如中國載人航天計劃 又是任中共軍委委員李常福領導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看風雲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點讚並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再次見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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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